大家好,我是永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吃剩下的米饭如何做会更好吃 首先我们把米饭抓散 然后在碗里打入四个鸡蛋 打完四个鸡蛋后 我们用筷子把它打匀 然后加入两克食盐 继续搅拌均匀 我们把搅拌均匀的米饭 倒入破壁机里 把米饭与蛋液充分打碎融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再准备好青豆 放一边备用 再切少许的包菜 先切丝再切丁 然后放入碗中 再准备两根蟹肉切成丁 虾仁去除虾线 再切成丁 把切好的都放入碗中 然后我们接开破壁机的盖子 倒入破壁机 把跟刚才打的米饭 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然后再次打碎 我们再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一个鸡蛋 用筷子搅拌均匀 然后小香葱少许切丁 在这里我建议把葱白去掉 我们准备好一个平底锅 平底锅的底部刷油 由五成热倒入鸡蛋 均匀的铺在锅底 然后把破壁机里面 打好的米饭与配料倒入锅中 这里切记 全程一定要用最小火 我们用锅铲把馅料弄整齐 煎至两分钟后 上面撒上甜玉米粒 然后把小香葱均匀的撒在上面 我们用一个盘子放进去 快速的倒翻过来 翻面后再煎至三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把煎至好的米饭烙饼 放在案板上 用刀切成你想要的形状 然后我们一片片的进行装盘 这样又好看又好吃的米饭就好了 这里面有肉 有菜 还有鸡蛋 非常的营养健康 这样烙出来的米饭 挑食的孩子也不挑食了 全家人都非常喜欢吃 这样一道香喷喷的烙饼就好了 如果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做的菜就请关注我 关注永哥四方菜 每天带给您不同的美食